那唯一不同的地方就是 需要在四季前倾入冰界 明白了吧 晚上呢 你自己看职业赛验证一下 如果能提前知道 他们下不了干什么 那就算及格了 这才算及格啊 回来有点怨你 什么 你看你 这么残酷 无情 认真负责高要求 要是高中的时候教我数学 说不定我也考上清华了 你高考成绩多少 你居然问我这种问题 我就比你这个七八十分 那是因为你分数太高了 如果我也能考上清华 那我就是娱乐圈当中 徐丽最牛的演员之一 那我的粉丝对我多高兴 你的粉丝如果知道 你为他们想考清华 你应该会很开心啊 我们应该怎么知道 我说的 你会很高 你也会不会 你会不会 你竟然比我一个疯了 你不会想想要 你这儿 你什么呀 然后我这儿 你不会有那儿 你这么小意思 你 relatively 只想看你就可以看哦 我会唱歌 但是我的节目会比较晚 那出场钱给我发微信 还要提醒你啊 有点大牌 尊敬师长 好的 余老师 走了 好 中文字幕志愿者 李宗盛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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想要咨询你一下 中文字幕志愿者 中文字幕志愿者 李宗盛 中文字幕志愿者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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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李宗盛 让我好好地学习一下 不过话说回来 我还是希望你能够尽快地到我这个团队来 这样我可以轻松一点 明年我们起码有两个项目是和这个有关联的 非常需要一个在这方面有知识积累的分析师 最近几年 最近几年 这个领域确实热起来了 说实话 符合我们条件的人才呢 也不是没有 但就我来说我还是希望你能够到我这个团队来 毕竟咱们是自己人嘛 是吧 不过来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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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字幕志愿者 李宗盛